所以我们如果一个患者周边的肺有问题的话还可以 但如果右边的肺有问题的话 真的很痛苦更严重的病的意思 那我们一起看看肝脏吧 肝脏是大家都知道吧 解毒还有消毒的功能 所以我们血液里面有毒素还有有病毒 细菌的话都在肝脏里面处理的意思 所以这样处理的话一定需要很多血液 对吗 很多血液里面也有免疫力细胞 对吗 所以可以帮助肝脏很多很多工作 一起解毒还有消毒的意思 还有肥脏是照水的功能 很简单 对吗 我们的血液从哪里来的呢 你吃饭以后这个吃的东西变成你的血液 对吗 你喝水了 吸收了 然后你吃饭了 吸收了 然后这个变成血液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的脾胃不好的话 你的血液的质量怎么样 好不好 不好 所以如果你有血液有关的病 那一定需要治疗的地方是 你的脾胃的意思 所以脾胃不好的时候 容易投影 对 开始感觉到地球的周倾斜的意思 还有你坐车的时候容易晕车吗 那意思是什么 你的脾胃不太好的意思 灰尘等等 对我们身体不太好的东西当中 重的东西是往下去 还有轻的东西是往上起 然后我们突起的时候 出气的意思 排毒的意思 然后中间的对我们身体最好的阳气的话 吸收的意思 所以这样分开三个地方 可能你一天正常的话 三次吃饭 但呼吸呢 三次呼吸吗 不是 二十四个小时呼吸 甚至你睡觉的时候 也是继续呼吸 那意思是什么 呼吸是更重要 那现在我们一起看胜脏吧 胜脏是左边右边 两个 但其实是我们来说 这个两个是不同 左边是真正的胜脏 右边是命门 命门是什么呢 还有刚才心脏说明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 心脏和肾脏是直接连着的 所以肾脏和心脏一起合作 然后调整血压 所以如果你的血压有问题的话 也是你的肾脏有问题的意思 而且肾脏是管理所有的液体 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的液体 所以血液 淋巴液 消化液等等 这里写的都看一下吧 所以所有的液体有关的病的话 你要治疗哪里呢 肾 好的 好的 长线课堂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大概200篇的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联系我吧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